方法 第1种第2种其实第1种一行程式 第2种 两行程式 OK 特别之后其实很简单 刚刚那个制定函数 比你想象中应该简单 只是你要把那个 他需要的东西做出来 那也就是说第1个 如果要制定函数 当然我这边这两段 其实如果你要能够有刚刚的两个功能 你其实只要怎么样 把这两段程式方选的部分 把它放在模组里面 这边就有了 那你就是你有这两个东西 你再到那个Excel里面 插入函数的话 就会有使用者定义 如果没有那当然就不会出现 所以待会这个我们要按摩写就是 其实他有点是 跟Sub不太一样 Sub是直接抓取上面的资料 帮你计算完 丢到 后面的东西串完之后 丢到前面去 那方选他的逻辑不太一样 方选呢 他抓资料 不是自动去 去这上面抓 而是怎么样 而是会问你 请你告诉我 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你告诉他 是你告诉他的 那他 你告诉他的时候 他会帮你 你告诉他的东西 再串接完 再丢回来 给 这个手机本身的函数 那手机函数 他本身可以 赞存资料 那因为你 你的那个 储存格 放在这边 所以他会再把最后的结果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完成整个流程 所以方选 比较像是有点问答式的 问你几个问题 所以你会把他按确定 他会123 你就12 3 因为你要提供资料给他 他在帮你把这些问题 的结果丢回来 OK所以 比较不太一样 两者 那什么时候该用哪一种方法 我想 将来你可以自己想想看 什么状况下 用比较简单 那他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要的资料 如果是一个范围 那一样你给他是一个范围 然后按确定 他一样会有结果 那这两个该怎么算写 首先第1个 一样切到那个visual basic 这东西 那其实我们一个来看 基本上当然这些东西怎么产生的 首先第1个 我先把这删掉 重来一次 第1个的话 当然就是这个地方 插入刚刚程序 有没有 一样 然后请你用function 那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名称 叫什么 叫手机好了 给他一个名称 叫手机 好 然后呢 记得选方选 方选选到之后 按确定 他会给我们 特别注意 手机 然后面 刮糊的东西 就是什么 你要可以使用的 要什么 那目前是空的 所以你必须跟他要三个东西 哪三个东西 123 OK 所以我习惯上 Ctrl C 然后在这边 刮糊里面 这里面贴上 不过贴上他会换行 所以你就是 再把他中间加豆点就可以了 叫 门号 叫 驱马 然后 简称好了 类似这样 电信业者 驱马 莫马 这个时候他会跳出来 那跳出一个视窗 上面就有这三个项目 名称其实就是从这边来的 所以你这个名称 如果改成别的名称 显示出来 那也会有不同的名称出现 这个时候他给你了 给你就先把资料放在这里面 一个两个三个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就是最后呢 把结果输出到 这个储存格 假设你 有没有放这边的话 那特别是他会返还给自己 所以 设定函数 最前面 一定是自己 一定是自己 丢回来给自己 这个逻辑我想 可能你要稍微记一下 然后后面加什么 一样吗 09 09什么呢 09 电信业者 所以呢 空一格AND 因为 VBA比较麻烦就是 他这个 AND前后要加空白 AND什么呢 电信业者 所以你请你把什么 电信业者 给搬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 搬过来 我习惯按个Ctrl键 Ctrl键就是 附资过来 09 电信业者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AND 一个-的符号 有没有 09 这个东西 然后AND什么呢 AND 区码 AND末码 不过呢 区码跟末码 可能会有格式的问题 所以我们顶多什么 外面再包一个 应该是VBA 所以用format format 刮胡 那这个format函数 其实就是 你打一个VBA 电 打一个 F F FO format 就出来了 那其实前面打VBA 指的是VBA这个物件 这个函式库 这个函式库里面有多少个函数 点下去全部都在这里 那是一样吧 如果你有时间 你每个都 如果每个都看 其实也应该 会非常花时间 那当然就常用 那 直接点 点两下 你加个VBA点 可以加 也可以不加 然后呢 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format里面呢 它的规则啦 它的相关说明 要不你就去坊间买一本 叫VBA 那个什么 VBA的 相关的什么 函数字典 好像旗标有出一本 厚厚的一本 要不呢 你就学会怎么样 在format按一个F1 F1就是call help 这个时候呢 官方的什么 说明书呢 他就会帮你显示出来了 他就告诉你说 format这个函数 他是VBA里面的 然后呢 他里面是做什么 他有个描述 他跟你讲说 他这个是做什么用途的 然后里面呢 要传什么样的参数 什么format OK 如果是中瓜糊的是 这个参数可有可无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另外里面的话 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在底下 那这个有点像字典啦 所以你也不要把它当 当成 很好像文学作品看 你就是 跳着看就对 因为他其实 另外他是用那个 翻译软体翻的 所以里面 可能有很多地方 是不通顺的 所以你就是 看重点 比如说里面要什么格式 底下都有 而且相关的说明 甚至这边有一些相关 范本 如果你要 Return 日期 或者是时间 这边都有相关的 参考资料 反正重点就是 按一个F1 就会跳到这边来 那另外呢 当然还有其他的 除了format 相关的函数 有没有 那这边有个visual basic 的语言参考 他的函数 有没有 这边都有啦 或者你 他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如果你想要多知道更多的话 没事的话 点点看 其实习惯久了之后 会比较习惯 他里面 给你的参考资料 OK 就像看字典一样 好 那format后面加什么 刮胡嘛 就把区码加上来 然后再把末码加上来 也是一样类似像刚刚一样 格式化 那我的习惯是把区码拉过来 然后逗点什么呢 000 再format OK 那后面还有吗 还有 所以呢再把那个 一样这一段 复制过来 然后把区码 改成末码 贴上就可以了 应该看得懂 这个逻辑 其实这个逻辑 跟上面逻辑 还蛮像的嘛 有没有 只是说上面逻辑是 直接去上面抓 储存格的资料过来 这个逻辑是 使用者给你的嘛 你把它串完之后 先丢给函数 函数再丢回去 那个储存格 如果说OK 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测试看看 这时候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 插入一个 使用者定义 如果出现 那恭喜你 如果 没出现 检查一下 你是不是插入 插入程序 又选到sub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又选到sub 就不会出现了 因为sub 不会在这里出现 手机出来了 按个确定 然后呢 直接一样 一个萝卜一个坑 如果说你看到 这边返还的东西 其实就暂存 这个有点像返还 暂存在这边 按个确定 结果正确了 好 应该 反正用理解的 这不用10倍 反正你懂了 你就写得出来 但是如果你硬背 其实这也没有意义 如果暂时记不起来没关 云端上都有 回去 大概你做个5遍10遍 应该大概也差不多了 OK 然后呢 那第1个 制定函数 可是我们比较麻烦是必须给三个东西 那就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我直接选一个范围 因为 常常工作里面都是 一串的嘛 那你如果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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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那选很久 很浪费时间 有没有什么方式 连续的范围 特别说 范围是连续的 不能断掉 你不能说这个选 这个 中间断掉 那不叫范围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他选 选完之后呢 我再去切 所以基本上 你让他选 一个格子 那你要去接 所以我接的方法是 我们选完之后呢 我就丢给一个A 这个A是我自己定义出来一个正列的名称 正列的正列的一个变数名称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他 那将来怎么去抓到第一个呢 很简单 A里面 A这个范围里面 他跟Sales的逻辑很像 先列在栏 所以A1-1的话 抓到哪一个呢 抓这个 这个怎么了 A什么呢 先列嘛 1-2 对不对 抓到这一个 那这个呢 A1-3 抓到这一个 OK 将来当然如果你有横向有纵向 你也可以 这个力也可以增加 所以将来 这个可以变化出很多 你一次可以让使用者 选 不止横向 你横向纵向通通可以选起来 他可以全部帮你做 就是 处理完之后再 Return给你一个结果 这也不会有问题 我们逻辑他还是这样子 所以程式该如何撰写 一样嘛 我们拿刚刚的程式来改 其实比较快 所以我这边直接把Ctrl-C Ctrl-V贴上 那这边把它改成手 手机的范围 那Return回来的记得 这边也要手机范围 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 之前有同学就是 这个改了 这个没改 就Return回来漏接了 他不知道丢给谁 手机是 没有 所以没有 一垒去当 接球 丢 一垒没有人了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地方也要改 那再来的话 这边的话 就是电信业者的 这个地方 也许 我这边写什么 我忘记了 给他名称 统一 电信业 范围 所以这边的话 加一个范围两个字 就是用电信业者 范围来代替什么 上面这三个 所以他会用选的 那选完之后 他一次给我三个东西 那我要把它切开来 再一个一个放过去 所以其实基本上是这样 用A 先去接他 所以A等于 那把电信业者范围丢给他 所以我这边 直接 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我讲过来 我习惯复制 多按个Ctrl键 这个 这一招可能比Ctrl C Ctrl V 快一点 你可以用Ctrl C Ctrl V 不过你要做两个 如果你用滑鼠 按Ctrl键 一拉过来就好了 然后呢 A里面就会有三个东西 那你要怎么分别切割呢 我讲过吧 这个是什么 A刮弧 1 0.1 然后后面的区码 区码的话就是 这个 他 就后面栏 改一下 第二栏 这个改一下 改第三栏 好 写完了 那以后 大概差不多东西 你就 类似的改法 你就可以 只要 跟使用者要一个范围 过来的东西 当然有栏有列 你也可以自己再去处理一下 这个栏列的范围 就可以把资料 Return 回来 比如说你要处理 这个范围里面呢 你哪些 资料总共有几个 好了 你可以算次数 或者这些资料如果大于100的 帮我加起来 可不可以 Return 回来 就是你 当然这些东 这些东西在 内建函数都没有 可是你可以自己写出来 好 你可以统计 自己写一些统计的逻辑 好了以后的话 最后Test 一下 你一样 可以在这边 Delete 掉 插入一个那个 制定函数 范围出来 一样怎么样 选一下 结果出来了 按确定 向下填满 OK 所以两种内容 制定函数的方法 那做完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制定函数部分 那我想 制定函数呢 未来 我们在后面的 练习范例里面 也会不断出现 所以后面我们有 大量的范例 流程都一样 就是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如果用 内建函数 如何做 如果用 VBA怎么做 反正 大概就这样了 主要我们 会用一些 比较简单的方式 反正不外乎就解决问题 所以 后面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云端上面的那个 范例档 每一个范例 都会 答案 你回去也可以自己练习看看 那